知名饮料连锁店快可力的负责人杨立元 两年来四度莫名其妙遭人殴打 开车出门也被尾随 甚至还不断接到了骚扰电话 他说这是一名曾经是冲绳的王姓物流商 想要吃掉他在日本十几家加盟店 于是就花钱叫做黑道找他麻烦 警方现在已经逮捕到无名嫌犯 有很多歹徒在那等着我出去 哽咽诉说着恐惧 两脚伤痕累累 走路一搏一搏 有点困难 是一刀 然后这个都是用那个甩棒打的 都已经变形了 杨立元说这一切都是一名王姓物流商 想吞下快可力 在日本的加盟店引起的 就是我的加盟店换成他的招牌 我加盟店不愿意换快可力招牌 一直都是很好 而且很赚钱 所以他们不愿意 所以我日本加盟店就会写求救信 拿出一大碟日本加盟店 向他求救的信件相关文件 要证明所言不假 而杨立元在台湾两年前 也开始陆续遭到恐怖攻击 几名黑衣人一勇而上 哄扁一顿然后快闪 跌跌撞撞的他逃进棋楼求救 不知倒地 除了棍棒毆打之后 抢走他的皮包 他里面有他的记事本 还有他两颗樓钻 不只黑衣人围毆他 锡纸工厂也被威胁骚扰 连开车都被跟肩 今年3月坐车车窗还被打破 这些都是亡性物流商的男性友人 花钱叫做黑道所为 而警方最后逮捕五名嫌犯 很多人都误解说我为什么在台湾是不是要倒了 我常常我国外分公司很多人都很伤心说 大家都不知道我快可力在国外做得很好 我在台湾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我的店会被砸 50岁的杨立元从事饮料生意快30年 1998年创立快可力 全盛时期在台湾有400多家连锁 遭到恐吓威胁逐渐淡出台湾 目前剩下50多家 事业中心现在转往欧美 日本等其他国家发展 明日新闻陈健林林明州 台北报道